说起世佳这间日系老牌名场 我不知道它在大家心目中有着怎样的影响 在我看来 世佳不仅世佳优秀的游戏公司 同时它也是个对于浪漫这个词有着深厚理解的企业 如果说樱花大战系列成功塑造了各种女性魅力的浪漫与美好 那么同样出自世佳的如龙系列 则是游戏业内演义现代男性浪漫的绝对巅峰之作 作为罕见的黑道题材动作游戏 如龙从2005年的初代作品开始 就一直都是世佳招牌系列之一 虽然我们说江湖是男人的浪漫 但是如龙的浪漫却并非全部来源于题材本身 系列主角同生一马 一个豪气甘云且具有强烈正义感的铁键硬汉 他热心驻人且鄙视权力腐败 尽管有声毫无疑却从不刻意夺取他人性命 尽管出身于黑道 却厌恶不择手段的暴力行为 这种如同侠客一般的人格魅力 在而与我债的江湖 乱如一缕照亮黑暗 带给人们希望的成光 它是如龙系列的精神图腾 也满足了我对于现代都市英雄的几乎所有幻想 除去前传和各种眼神作品 同生一马已经单纲了六部如龙正作的男主角 而这个系列也在第七部光与暗的去向 引来了巨大变革 江湖新秀春日一番 接棒男主位置 游戏玩法也大幅度改变 虽然面试之初引起很大争议 但最后还是获得了不错的口碑 也吸引了不少新人从此入坑如龙 就在如龙系列改革初见成效 并且即将引来第八部作品的这个重要试点 世佳却突然推出了外传作品《无名之龙》 并且有同生一马回归单纲主角 到底这款游戏和如龙7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自从如龙6那个让无数玩家一难品的炸死结局之后 同生一马被迫彻底消失于江湖 加入大道斯一派灰陷的秘密特工组织 静龙这个代号成为他现在唯一可用的名字 偶尔存在一些诸如随心保镖之类的简单任务 便于世间则以僧人身份品居于寺庙 这就是标题《无名之龙》的直接含义 日常与他有所接触的知情人 除了寺院住持以外 就只有负责分配工作的监视员 华伦喜平 过了一段隐性埋名无风无浪的日子之后 某天同生接到了新任务 与国外的恐怖分子进行黄金走私交易 按理来说这是一个没什么危险性的简单工作 想不到前来赴约的却不是原定买家 而是一群戴着面具配备凶器的杀手 花轮所率领的特攻队 被打得措手不及 更可怕的是 这些敌人居然还能辨认出同生的真实身份 虽然雄风不检当年的同生一马 成功将敌人打退 但是被发现身份的危机 让他悠行重重 无奈之下 同生和花轮合作展开调查 原本以为能够顺利引蛇出洞 没想到道高于尺 魔高于丈 反而中了将计就计的陷阱 敌方不但抓走了花轮 并且宣告他们组织 之所以成化这次袭击 真正的目标 就是为了同生一马 那么这个敢于对大盗子一派 发起攻击的组织 到底是何方神圣 同生一马能不能成功拯救花轮呢 这背后的真相 就让朋友们自己去游戏中体验了 但我可以先告诉大家一个 你们应该早已猜到的情况 无名之龙的流程长度并不多 仅仅只有五个章节 如果玩家不追求百斤 所以在15小时以内 同关主线 对比起如龙7正片13章的规模来说 似乎相信见处 但是在一周目通关之后 我可以很有信心 对保持观望态度的玩家 说出结论 无名之龙绝非缺乏诚意的奶粉作 相反 它是一款足以让老粉丝感到满意的好游戏 首先在游戏价格方面 以Steam平台为例 这次无名之龙售下 比起之前的如龙7正传 已经下调了四成鱿鱼 并且附带了如龙8的前瞻式玩版 回想到年 卡普空发售生化危机3重制版的时候 强制捆绑半成品抵抗计划的高价销售 相比之下 施加已经称得上 是一分钱一分货的后档 其次虽然本作的流程只有5章 而且游戏地图绝大部分时间 集中在苍天窟地区 但是麻雀虽小 武将俱全 大家熟悉的如龙系列 各种传统玩法基本齐备 除了支线委托 整合到本作女号赤目的情报网系统里 其他诸如高尔夫球 赌场棋牌 卡拉OK 怀旧街机 四驱车组装赛 乃至大家最喜闻乐见的夜总会 允许多人组队的竞技场挑战 等等经典要素都没有缺席 至于在战斗方面 本作回归传统的动作模式 装备和升级要素依然存在 并且同身拥有硬龙与特工两种作战风格 特工当然是对应同身目前身份的设计 主要特色是可以手用道具 进行辅助攻击 比如将敌人捆绑拉过来的蛛丝 进行群体轰炸的无人机 和香烟炸弹 滑板式快速移动的喷射脾气等等 但是先不说这些东西有点出戏 而且它们的效果也受到很多限制 蛛丝放空枪硬直较长 而且对大部分boss无效 炸弹需要长按键才能释放 并且引爆需要时间 并不是非常好用 只能算娱乐性点缀 至于硬龙 则是大体上偏向如龙6的打法 包括达人普遍喜欢的打虎等经典技能 也有爆流 绝对能让玩家一本满足 最重要的是 虽然无名之龙的剧情比较简短 但绝对不是潦草乏味的白开帅剧本 如龙惯例的热血 反转感动的元素 在本作应有尽有 它完美补充了如龙7背后另一面的故事 交代了如龙6之后 这几年时间里同身一马的处境 详细叙述了近江联盟 和东城会解散的前因后果 呼应了即将到来的如龙8美国舞台 而且回忆杀和联冬菜单也很丰富 在竞技场与cosplay的虚假老对手主一决斗 曾经的战友们共同登场 再次并肩作战 一幕幕情欢满色的场面 必定令了粉丝毁之等容 总体来说 无名之龙这款故事依旧精彩 经典玩法齐全 且不伐心元素的好作品 除了流程太短不够薄以外 几乎没什么缺点 足以让所有粉丝 找回如龙7里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但是部分玩家 也会由此产生另一个困惑 在如龙7和8 已经大刀阔斧改革位回合之RPG之后 这不夹在中间的外传 为何又要特地回归传统模式呢 对于这个问题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如果说历代正传 都算是如龙系列的主菜 那么这部外传 则可以看作 世家向童笙一马 敬献的一杯鉴别酒 恒山倡议早就表示 如龙系列的全面改革 势在必行 无论从故事时间线 还是从商业利益考虑 又不可能让童笙 在日本的街头上 永远待下去 既然新英雄春日一番的 主部上位已成定局 那么在新时代前夕 让童笙一马 用最熟悉的方式 在玩家面前再战一回 无疑是对它 最好的至今方式 今后的童笙 则会如同本作标题一样 更多的 以个无名英雄的身份 活在舞台幕后 从这个角度来说 本作或许 比起如龙六 更适合作为童笙一马 个人故事的绝唱 我们一定都曾经 听过这个名句 愿你出走半生 归来人是少年 如果说半生 来形容童笙 接上于大盗四一派的 这几年时间 听起来似乎有点夸大 但是对于已经宣告死亡 相适于社会表层的 童笙而言 也许今后 将永远一个 无名特工的身份 活在台面之下 这样又何尝不是 走到了改头画面的 另一半人生呢 即便如此 虽然原有的身份 已经被抹杀 虽然现在吃着公家饭 但是它依然是 我们熟悉的 那个童笙一马 就我自己的感受来说 本作剧情 在初期童笙 决定不顾一切代价 拯救花轮性命的时候 就已经很让人感动 要知道花轮 在大盗四一派 不算什么位高权重的人物 童笙救他一命 不会得到任何理 甚至花轮也坦言 自己和童笙之间 不能定义为朋友关系 只因为花轮 对于童笙来说 是极少数 还能用游泳身份 进行沟通的对象 并且花轮 在陷入绝境时 还能记得提醒童笙 以孤儿愿安危为重 这份自负生死的气感 让童笙为之震动 食英雄 重英雄 是为知己者死 哪怕自己已经年过五旬 哪怕如今 不再是江湖众人 但是少年时代的热血与义气 依然活在童笙的心中 故事的尾声 当童笙一马在录像中 看到孤儿愿的大家 一切安好 且已经独立生存之后 这个多次直面生死的男子汉 却被孩子们送上的祝福 彻底破防而泪流满面 略微有些遗憾的是 此刻能够理解童笙心情的人 就只有如今 守候在屏幕面前的 我们这些玩家 通关无名之龙这部作品 就如同喝下一杯 施加调制的 属于我们与童笙之间的 新旅程 与他痛痛快快说再会的我们 心中必定都怀着同一个想法 无论你这次出走 会是多久时间 无论你的旅途将要去到哪里 带你归来的时候 你仍然会是大家心目中的 那个英雄